大家好,又輪到我的收錄吃時間啦 因為今天條片小子要烤好吃的披薩給我們吃 所以呢 我只要免為其難的來唸一下故事書啦 好,今天要唸什麼呢? 要唸 露露吃午餐 醬醬 這位是露露,他現在肚子好餓喔 一定是午餐時間到了 你也幫露露圍上圍兜兜嗎? 好 醬起來,看你很緊 今天露露 午餐先吃了一根脆脆的胡蘿蔔 咔嚓咔嚓咔嚓 他幾乎吃光了一整個披薩 我到底也要吃小朋友吃的披薩 我都要吃光一整個 最後甜點是淋了好多蜂蜜優格 你看蜂蜜好黏好黏喔 有時候嚕嚕的午餐是炸魚條 聞起來好香喔 嚕嚕的炸魚條 配薯條還有青豆 在晴朗的日子裡 還有他的朋友一起野餐 我們來看看野餐藍裡面有什麼 有好多東西喔 這是什麼 這是盤子 杯子 這是什麼 我猜這是布丁 這應該是餅乾吧 杯子蛋糕 蘋果 還有一個兔子 草莓 蘋果 藍莓 西果 橘子 鳳梨 芙蓉 柳橙 檸檬 葡萄 露露什麼都喜歡吃 他最喜歡吃水果了 那你猜露露最喜歡什麼水果呢 打對了 是香蕉 香蕉 要記得波子 香蕉 我也很喜歡吃香蕉 看他很甜 現在露露和媽咪正在採購 他最喜歡的午餐 然後他們回家一起煮飯 露露 露露把你幫媽媽 一起煮飯 一起煮飯 那你猜得到今天這頓午餐 到底是要吃什麼嗎 他吃義大利麵 是露露最喜歡的 好 好 今天的故事 講完了 聽說有人 最近一早起來 就惹媽媽生氣 這樣是不行的喔 就像露露一樣 很乖 然後願意幫媽媽 做準備午餐 這樣才是好孩子喔 那 我今天要給大家帶來什麼 美味的食物呢 那我們一起看下去 大家好 大家已經聽完今天的故事了吧 今天故事書裡面聽到好吃的義大利麵 那就由我來幫大家介紹一道好吃的義大利麵吧 來 今天的食材有 蒜末 蝦子海鮮 那這個海鮮就是自己處理好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 番茄 那喜歡的話還可以加一些綠蘆筍 因為是涼拌嘛 涼拌菜自己喜歡吃什麼就加什麼 這很隨意的 然後還有煮好的義大利麵 好接下來我們就是把它切一切 今天孔老師找上去市場買的 然後呢 這種東西就是切一切 那其實 如果你想要香一點 你可以用奶油煎過也是可以的 切完之後呢 把他丟到義大利麵裡面來 蝦子 蝦子 蝦子都已經燙熟了 就進來 然後番茄 番茄 對番茄 這樣比較方便吃 好 番茄 切好了 倒進來 然後 蒜末 把蒜末倒進來 好 加完這些之後呢 淋上今天的靈魂 橄欖油 把橄欖油 倒進來 可以多一 適量的多一些齁 這樣味道才會香 然後 加上我們的鹽 然後呢 最後呢 再加上一點胡椒 把拌均勻 好 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就馬上盛盤 還可以試一下味道 好 最後我們再來 最後那個義大利麵拌好了 最後還有一個重要步驟 就是加入我們的 帕瑪斯起司粉 好 加進義大利麵 先讓我們夾油 好 好 快吃 好 好 好 很好 好 來 來 來試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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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很好吃耶 好 壯盤 好啦 涼拌 義式 番茄 義大利麵 好香喔 好 現在來試試吃一口 肉放在旁邊 有東西有的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甘辣油的香味跟一大麵粉就是非常的搭配 然後再加大蒜 那如果覺得大蒜太辣了 你不用夾那麼多 我會有一個小沛伏 因為我喜歡吃辣的大蒜 但是呢 有個小沛伏如果不太敢吃辣的大蒜的呢 我建議先把大蒜切好末之後 直接放在橄欖油裡面泡 先泡著 你在煮一大麵的時候呢 讓它泡著 那橄欖油就會 橄欖油的 味道就會吸進蒜頭裡面 然後蒜頭裡面的精華就會釋放到 橄欖油裡面 然後整個意大麵就會變成蒜香了 非常的好吃 然後再來是意大麵 我個人建議意大麵煮9到10分鐘 煮7分鐘有時候會太老 然後我們今天煮這個麵呢 要吃比較筋道一點 就是比較咬勁一點 那我建議去煮9分鐘 9分鐘到8分鐘 那自己試一下 啊可以了 喔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也是從MASA那邊學來的 就是呢 意大麵 裡面啊 意大麵本身不容易吃味道 所以我建議啊 在煮的時候 放一匙喔 要一匙喔 一匙喔 滿滿一匙的鹽 然後它還有一點橄欖油 那麵的味道就會吃進去有點鹹鹹的 這樣就不會橄欖油 就是意大麵完全沒有味道 然後接下來就是 這個花枝 我來試一下 嗯 好吃 可是我自己覺得啊 看花枝啊 我會再用 奶油煎一下 因為今天這個配料呢 我是請孔老闆幫我用的 那 它的想法是說 這樣子比較原味比較好吃 然後我呢 我是覺得 可以喔 奶油煎一下 就是讓它 嚇起來那樣香香的 那 都可以試試看 那海鮮看你們喜歡吃什麼 看你們喜歡 啊 蝦仁也可以喔 蝦仁也是一個很好的 就很方便的東西 然後燙一燙就可以 拌上來吃了 嗯 OK 今天的 子安小廚房 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大家